HELLO 大家好,我是Webber 星期二,我来到校巴司机 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去洗我的校巴 来到这个是RV的洗车工 你会看到这个是比较小的 这些位置就是平时的人洗车 而我要进的就是进这两格 因为我的校巴比较大,所以要进这两格 而我的校巴现在有多骚髒呢? 让大家看看 其实当你在Kalgray 开车 你走这个highway的时候 下一走highway,下雪的时候 尤其是下雪的时候下一走highway 之后你一定会整身都搭配的 我这个校巴又大,又经常要走highway 所以其实是很骚髒 狗狗狗都要洗洗它 我又计算过了 每天由我家开车开工 到我收工回家的时候 我在路上足够要开200公里的车 即是差不多每天由我家去Kalgray 来回一次地远 是来回一次地远 所以在公路上每一秒 我的校巴都是吃整条公路的车 一起炒起的尘土 如果遇到那段时间下雪下雨 这些尘土混在地上 那些水就会变成泥浆 就像海德莉菲嫂一样 这个车后面的玻璃 简直是骚髒得完全看不到 这次洗车是公司付钱的 即是不用自己扔钱去洗 洗不洗又得利 但如果骚髒得很受不了 又或认为出街的时候 就可以去洗 那些钱是公司付 但我要先付钱 然后清理一下公司的钱 其实洗不洗呢 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很大影响 因为对我最大的影响 都是我看不到我司机位中间的渡口镜 其实那个镜子我不是很需要看 我主要是看左右两边的渡口镜 但如果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来看 每一天早上都有一件 像垃圾车那样的效果 送给孩子们上学 然后当孩子们上车后 你想看我的窗 和孩子们说再见的时候 你已经看不到他们 因为其实窗已经太脆了 所以我想如果专业一点 观感也很重要 洗车一定要先关上窗 不是整个车都是水 查查查其他窗没有先关上 好 已经关上窗 可以洗车 好 进来就是你的时间 第一件事先关上窗 别人洗澡是不关上窗 好 然后我们看看 地上是上手的泥 哇 还挺骚髒的 好 看看窗门已经关上窗 然后在洗车前要付钱 我便用信用卡付钱 一滚的时候 时间就开始计算了 你洗多久就收你多久的钱 所以洗完之后 记得按STOP 键 否则就收你钱直到永远 洗公司车 就不会太过fancy 用泡泡浴 所以我基本上 用清水高压地 射走这层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这枝就是高压死光窗 看看它多厉害 在这个画面里 你一来会看到 那枝高压水窗有多厉害 二来你会看到我的效率 其实是很骚髒的 因为洗车也是很骚髒的 当你的脑子依然很骚髒的时候 洗完之后 那边一出街又骚髒了 所以洗车 也是等它好天 和脑子都干净 才开始洗 跟一般洗车不同 因为后方的车顶太高 所以会放弃 但也会照一般程序 就是顺着方向洗 由上至下 由前至后 或者由后至前 目求就是想 把车上的尘土 向着同一个方向推走 好了 之后我们洗车车 效巴后面的两个车 是胸车 即是有两条胎 夹在一起 中间是一条线 在我们训练的时候 效巴训练员提醒我们 其实这条线很容易 使用一些动物的尸体 所以在洗车前 你不小心摔了那些 虫树或田树 那条线 你使用车后 便会打到一声 跌到地上 和你寻一声 哈鲁 小心点 好了 最后我们便洗车底 因为冬天下雪的时候 尸体会在公路上灑盐 希望可以更勇敢地 但如果车底 黏了太多这些盐 便会很容易生瘦 以及会损坏 所以我们便不断洗 再洗 最后如果你不想收钱收到你永远的话 记住按停按键 先看看车 现在很漂亮 地上仍然有很多泥 不要紧,它的样子很漂亮 多漂亮 上车 洗完了 眼镜都塞了 现在洗完又离开 要开键才能开 这扇门 这扇门走的时候不是自动的 要自己按键 在这个时候,大叔跑出来问我需要帮忙 我想因为我一路洗车一路拍影片的时候 用了太多时间,真是不好意思 以至我阻止地球转 好了,那我走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订阅、订阅 拜拜 优优独播放